一提到明朝,大家脑子里会想到什么呢?那必须要说到万历皇帝朱义军,他可是明代历史上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的第一人,不仅是被历史记载的明军,还是国内历史考古学家一直都想要探索的神秘存在,尤其是在1957年,考古学家在明朝皇帝定灵挖掘出了一顶制作工艺精良的纯金帽子, 那么围绕这个黄金帽子,又会发生怎样有趣的事情呢?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,位于北京的定灵,是明代十三灵之一,是明代万历皇帝名神宗的灵墓,根据史书记载,万历皇帝从22岁起,就开始为自己修建这座灵墓,用了六年时间才完工,这期间一共耗费了八百万两白银, 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的赋税总收入,这座灵墓地上有建筑,地下有玄宫,占地约是八万平方米。 这不禁让人遐想,光是灵墓本身就用了这么大手笔,其中又会放了多少珍贵的国宝文物呢? 只是,定灵虽然就在眼前,但考古队却始终没有找到地下玄宫的入口,他们这次考古挖掘与其他挖掘不同。 由于是官方批准挖掘,不能强行挖一个稻洞,否则就有很大的几率会破坏灵墓内的文物,而且这样的举动与野蛮的盗墓贼没什么差别。 考古队希望尽可能地保护定灵的完整性,在保持灵墓及墓内关果,谷物完好无损的前提下进入玄宫,而想要办到这一点,首先就要定灵玄宫的入口。 不过自古以来,为了保护灵宫,任何灵宫的入口总是会被最大限度隐蔽,寻找入口,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 这支考古队原本的目标是明十三陵中,规格比较大的明成组朱棣的长陵。 只是在长陵勘探许久,他们始终毫无线索,于是考古队决定先从一个规制较小的陵墓,比如说县陵入手,积累经验后,再回过头来发掘长陵。 但是即便如此,考古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来勘探,依然没有找到地宫入口。 倒是当他们的目光转移到定陵时,很快便定格在了这里。 当时考古队员们在定陵地上建筑之一的宝城勘探时,突然注意到一处墙砖塌陷下几块的城墙,就在离地高三米左右的地方,在塌陷处出现了一个圆洞,一下就将所有考古人员的目光吸引了。 考古队员很是兴奋,但是因为身边没有梯子,他们便自发地搭起人梯,上到那个圆洞口进行检查。 最上面的考古队员浮在洞口观察良久,发现这个洞口似乎是一个门券的上端,借助外面的阳光,隐约可以分辨出上面砖气遗留的痕迹。 这下考古队员们更加激动了,十分肯定这就是定陵玄宫的入口,于是考古队就将全部精力转移到了定陵的发掘工作中来。 发掘工作可不是一个小工程,考古队担心人手不够,特意从周围的村子里请来了61个村民来帮忙。 在1956年的5月17日,定陵的发掘工程正式开始,在这次挖掘中,考古专家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。 其中,有一顶400年前的皇帝纯金帽子,他采用的工艺非常高超,全国仅此一顶,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宝。 这个纯金帽子,如今一般被人称为金丝易善官,被专家出土的时候,它很快就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。 从外观来看,金丝易善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,它们分别是前屋、后山和两脚。 其中,前屋部分指的是帽子的帽壳部分。 它应该是采用了边灯弄阔的工艺。 考古专家从上到下仔细分析了一下,结果惊讶地发现,编制金丝易善官的原材料,居然是518根精细的金丝,其直径满打满算只有0、2毫米左右。 对普通人来说,0、2毫米的金丝是很难摆弄的棘手物品,可是制造金丝易善官的工匠,却用这种材料编制出了一个美轮美奂的艺术品。 成型之后的金丝易善官,花纹空荡均匀分布,中间没有任何小节,各个空隙疏密一致,看起来特别精致。 考古专家曾颇为感慨地表示, 古人没有精密的仪器进行辅助操作,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编制金丝易善官的,真是太让人吃惊了。 金丝易善官的后山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,它的前方是一个精彩的二龙系诸图。 即便是不懂得艺术的人,看到金丝易善官上的二龙系诸图后,都能看出它的不凡之处。 事实上,这个二龙系诸图确实是极为特殊的部分,按照专家的说法,它应该是金丝易善官最难制作的部分。 专家经过深入鉴定后发现,帽子上的两条龙,并不是一个整体,而是分开制作龙手、龙身、龙爪等部位,然后用特殊工艺焊接起来,组成了两个看似完整的龙。 最令人叛觉觉的是,这两条龙还使用了八千四百片龙鳞,这些东西是一片一片粘连上去的,即便是最顶级的工匠,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才能在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下,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。 金丝易善官的两脚,就是大家常说的沙帽赤,看起来就像两个兔耳朵一样。 总的来说,万历皇帝的这个金丝易善官,不仅材质珍贵,还使用了拔丝和编织等高超工艺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。 按照专家的说法,我国境内目前只有一顶这样的帽子,因此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宝,必须小心守护,不能让它出现任何损坏。 金丝易善官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,它早就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,但是大家对它的用途还有一些争议。 有学者认为,古人一直是世死如世生,明定灵出土的金丝易善官,应该是墓主万历皇帝生前用的东西。 曾担任北京十三陵研究员的胡汉生认为,这顶金丝易善官应该是万历皇帝夏天佩戴的东西。 如果它是一个特制的陪葬品,应该佩戴在万历皇帝的遗体上,可是从考古现场来看,金丝易善官并没有戴在万历皇帝的遗体上,而是被放到了其他地方。 胡汉生的观点,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,同时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,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坚持认为,金丝易善官是一个下葬用的名气。 为强调自己的说辞,持有反对意见的人,提出了三个理由。 第一,万历皇帝的画像上,并没有佩戴金丝易善官的形象。 第二,明朝的历史上,也没有皇帝佩戴金丝易善官的先例和记录。 第三,金丝易善官这样的黄金帽子,容易吸光倒热,不适合在夏天佩戴。 双方的观点,都有一些道理,无法说服对方。 因此,金丝易善官的真正用途,至今仍有一些争议。 金丝易善官被出土后,因为价值巨大,得到了考古专家的精心保护。 几经辗转,他被送到了南京博物馆,成为了该部门的核心收藏。 跟金丝易善官相比,其他明定陵出土物品的遭遇悲凉了许多。 考古专家对明定陵进行保护性挖掘的时候。 除了发现金丝易善官之外,还找到了大量丝织品和艺术品。 这些东西重建天日时,看起来光鲜亮丽,哪怕是不懂得文物鉴定的人都能轻易看出,他们是非常珍贵的宝物。 古人的智慧不止于工艺,他们已经将智慧成果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现代人虽然拥有先进的设备,没有这些辅助工具,人类或许连远古人类都不如。 还有就是,希望在先进的考古设备帮助下,历史学家可以发现更多文明的痕迹,不断充实中华文化的宝库,让那些喜爱历史的人了解到更多知识。 让文明有更深一步的延续,不管时间过去多久,我们始终记得在某个时期,曾经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存在,想想就让人很振奋。 我们还应该知道,定灵出土的这个帽子是独一无二的,世间含有,需要好好保存,这是留给后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,也是我国的藏品界当之无愧的珍宝。 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,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且行且珍惜。 不管如今的生活有多幸福安逸,我们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,文明不可能止步不前,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学习。 拥有一颗年轻的心,然后从古人身上学习,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,即便是不在中国生活,也可以改变国外人对中国的认知, 这也算是为了宣传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大家认为说得对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哟。 我和大家讨论区留言哟。 感谢观看